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第二集的时光音乐会即将播出 在官宣的阵容当中,我最期待胡夏与周深 胡夏的那些年陪伴了我的青春 我记得毕业季的时候,我一直循环播放这首歌 周深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歌单已经快被周深占据了 第一集时光音乐会的口碑非常好 我觉得第二集是有希望延续辉煌的 很多综艺从第二集开始质量飞速下降 这是因为综艺的模式被大家掌握 观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而说唱巅峰对决和时光音乐会这种类型的综艺 完全是凭借作品出圈的 换句话说,只要节目邀请的嘉宾实力在线 那么节目就会一直保持住很高的水准 从第二集官宣的阵容来看 这档节目拉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周深与时光音乐会其实是相互选择的关系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在邀请嘉宾的时候 标准还是很高的 如果他们邀请哪些空有流量没有实力的存在 就是在砸这档节目的招牌 同理,如果歌手自身没有强大的实力 他们也不会接受节目组的邀请 要知道,节目现场可都是歌坛长江 要是对自己的实力没有充足的信心 歌手绝对不敢接受邀约 我很期待周深在节目当中的表现 希望他可以继续贡献高质量的歌曲 持续丰富我的歌单 在时光音乐会的前期采访环节 周深在聊到梦想这个话题的时候 说自己希望留在舞台上 成为大家喜欢的歌手 熟悉周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的愿望几乎没有变过 在周深看来 这是个长久的目标 周深已经取得很多成就了 但他依然保持住这种在路上的心态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他能不断前进 不断创造更多优秀作品的秘诀 两年前我对周深的评价就是未来不可限量 如今我对他的评价竟然还是这个 也是蛮令人感慨的 周深之所以在外界口碑很好 不光是因为他自身情商高实力强 粉丝在这方面也功不可没 熟悉娱乐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同时有多组嘉宾表演的综艺 特别容易出现拉彩的情况 周深的粉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不会各种拉彩 只会聊自己对于周深作品的看法 更为关键的是 粉丝不会因为演唱的人是周深 就把他夸得天花乱坠 粉丝会给予作品相对客观的评价 他们会聊周深的嗓音状态 会聊歌曲呈现出来的情感 我觉得这种讨论氛围很棒 我之所以喜欢时光音乐会 与这档节目营造的氛围有助 密不可分的关系 节目不去设置各种尴尬的游戏环节 只是让几位实力唱将坐下来聊聊天 这种闲适和慵懒的氛围 真的让人特别舒服 在忙完手头的工作后 我喜欢靠在沙发上 身上披住柔软的毯子 旁边放住一杯果汁 之后打开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 与节目当中的嘉宾 一起在音乐的世界漫游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